吃對選戰餐讓你補氣 不生氣不生氣喔 這個不知道是怎麼菜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魚 來 我先請邵大倫大倫鍋 上前挑哪一道 你還不知道 請站對位子 好 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左邊右邊 那我就選比較 離我比較近的好了 好 張醫師 那你沒得選啦 因為你出道 別人叫晚一點啦 好 張醫師我讓你先開 我數到三 我們導播會拍個畫面 你選到的是哪一道 一 二 三 黃金人生 無鍋魚 來 我請院長來講評 我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吃的蛋白一定要優質蛋白 優質蛋白就是無鍋魚 為什麼 因為在跑行程的過程當中 人會太稀了 太累了 所以要用一點人參來做補氣 這個真的是人參的一個作用 人參補氣 三馬有粉光參 有很多三馬 對 因為現在剛好在冬天 我們在1月11號才要選 所以現在是在冬天的時候 用人參 在夏天的時候選舉就用西洋參 你有概念 這個叫做黃金 原來黃金就是它 黑色 因為這個不是 本來草本植物不是這樣 它要經過酒針 酒煞以後 把它調製而成 以前有些老人家都經常吃這個東西 很多薑菌 我介紹它吃到以後 現在都火到九十幾歲 黃金 精神的金 黃金 精神的金 所以用這個 加上去以後 為什麼會加上薑或蔥或是蒜 都可以 薑 蔥 蒜就是對於我們在選舉 過程當中太累 怕感冒 薑 蔥 蒜可以誘化我們體驗的 干擾素 去除病毒也好 或是虛進也好 這個真的要好好多吃 因為黃金是降血壓 選舉就不要火爆了 然後你也要有好的體力去投票 要有好的判斷力 魚肉又是蛋白質 對 優質蛋白 我們來講這整個 我平常也常常在吃這些東西 所以在吃了以後 你不會有高膽固醇 要有高膽固醇的 好的密度的膽固醇要高 低密度LDL要低 所以用這個方式 這很好用的 好 媽媽最愛的邵大輪 要即將揭曉她選的這一道 準備好了嗎 來 一 二 三 老的 今天吃菜 山藥炒青菜 百合跟山藥跟枸杞子 各五克一起炒 同炒 對 我們一般來講 為什麼這裡面有這個 我們講這個百合 百合是這一個 那就是山藥 山藥就是對我們養生非常好的 不管是腸胃方面 或是植物 或是我們的內複面系統 都以這個山藥為主 所以日本人特別喜歡用這個山藥 這個百合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用新鮮的百合 也是白色的 因為這個對我們身體上的 廢氣要足 所以用這個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氣要足 血就會夠 當然我們要知道身體 如果說比較累 選舉比較累 或是平常你上節目 太多的累 賺很多錢要照顧自己 所以這個枸杞子 枸杞子對我們肝腎的調補 非常重要 所以不管眼睛也好 或是身體的狀況 都要用這個枸杞子 所以這個 一炒以後 炒這個菜以後 青菜 炒這個青菜以後 全部都可以